周末不蹦滴 无法过周一 欢迎回到周末去哪饭 你们的舞蹈老师Renee又回来了 哈喽 圣地亚哥有70mils的寒线 和很多很多美丽的沙滩 比如说最近超火的这个赤潮 也就是发着荧光的这个蓝色的海浪 大家有没有去看呢 小编自己是在色色的寒风中 但仍然还是觉得只回票价 这周呢就继续跟我一起看 这周的Top3其他男嘉活动 跟我一起漫游圣地亚哥吧 Let's go SoFan看神小分队邀请喜爱登山的您 每周和我们一起探索一个新的步道 还有不要错过SoFan的社区课程哦 多样化的课程呢 从绘画 新子同乐会 美妆课堂等 一共有6种 一周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让您选择 本周活动推荐 No.3是印度的Holly节 It's called Holly Festival of Colors 时间是在5月12号的这个周六 在印度呢 Holly代表着冬季的结束 以及春天的到来 节庆充满着欢乐的气氛 大家将忧郁抛出埋葬所有不好的过去 四周呢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 老老少少会盖着鲜红的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彩的颜色 洋溢着欢宇的氛围 大家三舞成群会在那里唱歌跳舞 互相投掷颜色 在发源地印度呢 大家是使用真的液态的颜料 在圣地亚哥呢 我们不希望民众不小心受到风寒 所以是定值使用液态颜料的 虽说这个形态不一样 但是不会让整个活动失色哦 大家还是会玩得非常尽兴的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SOFUN还有10% OFF的优惠code 是SOFUN18 本周圣地亚哥活动推荐 No.2是OB Kite Festival风筝节 时间呢是在5月13号的这个周日 全美最早的儿童风筝节 也就是这个周末啦 孩子们呢可以在这里学习制作 和放飞自己的手工的风筝 所有的材料呢 都由主办方提供哦 同时呢还有最佳风筝的评选活动 任何手工风筝都可以参加比赛 现场呢也会有狂欢活动和音乐表演哦 一起来海淹放风筝吧 本周活动推荐Top1是圣价哥的植物园巧克力节 Chocolate Festival 又可以吃巧克力了 小辫子简直是激动到爆炸 母亲节要到了 大家有没有想好要送大家什么礼物给妈妈呢 来Sin Diego Botanic Garden的Chocolate Festival 制作专属于你的巧克力吧 现场还有好玩又好吃的巧克力喷泉 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Kidzone 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为妈妈制作母亲节礼物哦 现场呢有各种著名的巧克力公司 绝对会满足大家的口味 让大家度过一个甜蜜的周末 与温馨的母亲节 本周电影推荐是Life of the Party 时间呢是在5月11号上映了 继Tammy the Boss之后呢 Melissa McCartney与老公Ben Falcom 带来了全新的喜剧作品Life of the Party 由Ben指导并与Melissa共同纸笔写剧本 以及制作的电影呢 内容描述的是一名年长的贡献于家庭的主妇 在突然被先生抛弃之后呢 再度回到了校园 甚至与他的女儿在同一所大学里面 修同一堂课 想想感觉就很有趣哦 但是呢他也通过校园生活 重拾了自由与乐趣 并且在这样的年纪重新找回了自我 本周LAOC的活动推荐呢 是Foam Glow 5K 时间呢也是本周末 地点是在Los Angeles 这是一个深受年轻人喜爱的非常炫酷的活动哦 活动规则呢就是参加的选手 大家都要穿白色的T恤 从起点开始跑 途中呢会有人不断的撒荧光粉 还有各种的荧光棒哦 现场呢还会有音乐助兴 无论你跑得快不快 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被荧光泡沫包围的乐趣 大家赶快去买票吧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有到时候跟大家说拜拜啦 这周呢就继续跟我们搜饭一起 吃喝玩乐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另外温馨小提示 本周末呢是母亲节哦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的祝福 周日呢也可以带着妈妈和宝宝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舞蹈课 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的活动呢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的周末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